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 岛内新增两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目前确诊病例总数增至34例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还宣布 即日起解除隔离的标准将从现行二采阴性升级为三采阴性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表示 第33例为北部30多岁男性 2月中旬曾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 一位境外移入病例 第34例确诊病例为50多岁女性无旅游史 感染源调查中为避免出院后复发的状况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还宣布 即日起解除隔离的标准将从现行二采阴性升级为三采阴性 此外针对第二批滞留湖北台胞包机返台时间迟迟未定的问题 陈时中今天表示目前正在协调沟通中 希望透过管道赶快讲清楚促成包机 陈时中话说的婉转 但事实确实 日前大陆方面建议由东航和华航共同直飞武汉至台湾临时航班 尽快完成滞留湖北台胞运送 但台湾方面拒不同意这一共同直飞运送方案 对此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今天表示 若能兼顾儿童人权与防疫为何不做 难道他们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不仅滞留湖北的台胞返乡包机遥遥无期 在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 我们还注意到指挥中心不顾世卫组织 对新冠肺炎的正式命名 至今仍用歧视性的所谓武汉肺炎为命名 很显然这是民进党当局利用疫情 煽动反大陆对立情绪图谋台独 而台独注定失败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是否眼睁睁地看着两岸火车对撞 奉劝民进党当局三思而行为好 出台记者叶佳寅台北综合报道 2月3号首批247名滞留湖北台胞 搭乘东航包机返台后 民进党当局就以各种理由 阻挠拖延东航的后续运送 日前台湾方面拒绝了大陆方面提出 有两岸航空公司共同运送的建议 同时对滞留湖北台胞 以这个民单管制来禁止他们自行搭机返台 回家之路见人心 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卑劣行径 遭到各界的痛批 相关内容请康熙带们来看 好的 正会 对于滞留湖北的台胞 民进党当局既阻止东航运送 又拒绝两岸航空共同运送 进而禁止他们自行返台 进行全面封堵他们的回家之路 对此 有滞留湖北武汉的台胞得知 民进党当局相关的规定后表示 名字被列入管制名单 感觉像被通缉 对此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 民进的当局不愿继续接回 滞留湖北武汉的台胞 理由根本经不起检验 是丑恶的歧视 凸显了他们对滞留湖北台胞的冷漠 此外 我们还注意到 台湾一些绿营媒体 在疫情报道中不断使用歧视 甚至对立此眼 制造两岸对立 对此 台湾忠实电子报援引中山大学 副研究员王正的评论指出 过去一个多月来 台湾岛内各种对大陆疫情防控的 假新闻和假消息满天飞 完全不顾媒体最基本的事实查证 和客观报道 令人惊叹 台湾媒体的良心究竟何在 很显然 民进党当局和一些绿营媒体 将这种疫情政治化 借机四处散播仇恨歧视的种子 企图达到将台湾和大陆切割的目的 而对此 华东示范大学 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 副所长包成科指出 民进党当局借意谋独的做法 不可能得逞 只能引起两岸民众的极度反感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历史事实 在大陆迅速崛起的今天 民进党当局在未来的四年里 若做出危害两岸关系的事情 必将自食恶果 好的 以上就是相关评论 再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 感谢康熙带来的书里